命运一道最是玄奥 谁能看到别人的命运 谁又能更改别人的命运呢 在《雪中汗刀行》当中 确实有那么几位谋士 有此能力 黄三甲和谢观应 都是藩书人 但是相比起谢观应 只会背书 黄三甲更是能够写书了 徐丰莲本来的命运是什么呢 黄三甲在第一次碰到 和和姑娘贾家家的时候 曾经说到过 徐丰莲不到三十岁就会死掉 在正式和野史当中 都会死得千奇百怪 而且背负骂名 最好也是最坏的一种司法就是 死在了北蒙铁骑之下 死无全尸 由此黄三甲怂恿和和姑娘 找机会杀掉徐丰莲 让她死在你的手里 就是对她最好的报答了 这个正式野史中 千奇百怪的司法 其实说的就是徐丰莲 有数字的死亡危机 灰子在拿字的危机当中 就不好说了 看到和和姑娘满脸悲伤 黄三甲又说了一句 既然藩书人来到书中 而且没有被书也压死 那么以后的很多事情 就说不定了 表达了 她会改变原来书中的很多事情 但是哪些会影响到徐丰莲 也不一定 而前期最直接影响到徐丰莲的 就是黄三甲 想要以地仙境 与生色双甲礼白 施作为诱饵 让温华去刺杀徐丰莲 但是木剑温华 选择了以手足换手足 折断木剑 出江湖 让黄三甲失算了 于是黄三甲也就送给了 徐丰莲一件大礼 让她能够与原本西过过手 所谓的大礼就是随邪谷的一剑 让随邪谷用她的遗迹飞剑 去换徐丰莲的春秋剑 徐丰莲被韩生轩截杀 先其赴死 武当王小平 与白雄原左宗都无力抵抗 徐丰莲设下圈套 春秋一剑去街里 刺穿了韩生轩的心脏 救了徐丰莲一命 此后就是王先知父北梁 想要与徐丰莲一较高下 但是彼时的徐丰莲 根本就不是王先知的对手 于是一路人 各路武林人士出手 想要阻拦王先知一非一好 但是都无能为力 其中就包括了 黄三甲的一女贾家家 她一命相拦 就是为了报答徐丰莲 等到黄三甲赶到时 贾家家已经奄奄一息 于是徐丰莲留下了一定的气韵 保住贾家家性命 被王先知打败后 还为贾家家续命 黄三甲被徐丰莲救贾家家 还有徐丰莲 临死都想着 镇守北梁的决心打动 于是如如圣境 让徐丰莲最后一个 神游春秋的魂魄出来 赠予徐丰莲 儒家风貌的境界 让徐丰莲能够 入陆地神仙境 成功反杀王先知 本来按照天上仙人的谋划 未来的天下 应该是一个 三足鼎立的局势 徐丰莲即便是 世袭网替成功 最终也会死在 梁州关外的 北芒铁骑之下 而北梁铁骑最后会由陈之暴接替 北芒 北梁 黎阳 三方逐鹿天下 北芒女帝死后 北芒也会发生内战 三方互相攻伐 又互相交易 平衡难以破去 这个是天上仙人认可的格局 也是黄三家一开始策划的天下大事 当然了 实际上最开始的策划 徐丰莲是会死在王先知的手下 但是按照徐丰莲的安排 会有一个傀儡北梁王 上位镇守北梁 不过这个傀儡北梁王 也是无力回天 最后将会战死在梁州关外 北梁军由陈之暴接手 但是在最后时刻 黄三家自寻死路 辱如胜境界赠于徐丰莲 让徐丰莲破了这个死局 改变了这个既定的格局 也让徐丰莲的崛起势不可挡 徐丰莲也就有了 能够与北梁堂堂正争一战的机会 天上仙人也只能够亲自出手 帮助拓跋菩萨生进 可以说是黄三家改变了 徐丰莲必死的结局 让徐丰莲有了创造奇迹的机会 敬你们敬春秋 敬你们的金戈铁马 敬你们的血液风流 我这一生何其壮灾 先试一下